智障女遭55岁男子,强奸,怀孕,因不吃饭还呕吐其父母,才得知女儿怀孕了,并立马报警,受害智障女口数倍,强奸,经过,撑被叫去房间然后脱光衣服,强行发生性关系,事后男子还威胁她,不准告诉家人和其他人,否则会使她长大后嫁不出去。 BID UCLB,Fill Slate,926848,DNA生物鉴定确认嫌疑人,1月14日,在第四军医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里,两名来自蓝田县公安局的民警,带着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18岁的智障女,凯,以及女孩流产后的胎盘,委托第四军医大学法医司法鉴定,所进行司法鉴定,以证明中年男子与胎儿,是否有亲子关系。 BID UCLB,Fill Slate,926848,据悉,中年男子姓宋,今年55岁,早期因为性器官短小,导致老婆和妻离婚,由于自身条件较差,找了几个媒婆也没有谈成,如是宋某把目标瞄准了本县的一个智障女孩,这个女孩叫小瑞,刚满18岁,智障,二人军系蓝田县人。 小瑞于2013年夏天被宋某多次强奸,最多一次竟然连续强奸,达到六次并致起怀孕。 但宋某否认,经鉴定,认定小瑞所流产胎儿,是宋某某的亲生孩子。 17日圣5,民警将鉴定结果取走,BID UCLB,Fill Slate,926848,报告取回,可以确定嫌疑人就是他, 但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公开,怕他知道后逃跑。办案民警周警官介绍, 2013年9月的一天,因为村里有人家办喜事,常年在县城捡破烂的宋某某回到村里, 而小瑞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,母亲当天也去办喜事的人家帮忙。 宋某某借机跑到小瑞家里强奸了小瑞,事后小瑞并未向家人提及此事。 BID UCLB,Fill Slate,926848,直到2013年12月, 小瑞不吃饭还有处,经询问,小瑞讲述了当日发生的事情。 12月31日,小瑞的父母报警,警方对宋某某调查时,宋某某时候否认, 到1月14日,警方带二人到第四军医大学法医司法鉴定,回采血进行鉴定。 鉴定之前,我们曾给嫌疑人的家属通知过,让嫌疑人不要离开家里, 并能做到随教随道,朱警官介绍,但发生此事后,宋某某的家人因为觉得, 难堪而搬了家,为了不打草惊蛇,警方一直在联系宋某某的家人, 病程结果还未看到,等宋某某到场一起开封看结果。 20日下午,宋某某赶到土豪派出所,警方遂将其控制。 昨日凌晨,宋某某被刑居,BID UCLB,FILLSLET,926848。